他已领口供 被判无期徒刑 在预感自己即将面临对手的暗算的时候 他把所有秘密告诉了一个小混混陆明 并想办法让他获得缓刑 指望利用这个年轻人替自己复仇 而陆明仅记着大安人的一句话 什么都别说 欢迎收听2022年热门现代都市有声小说 领口供 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陆明一听陆云轩的名字 马上就竖起了耳朵 等明白了陆紫燕的意思 心里一阵乱跳 不禁一阵纳闷 心想 爷爷的那些后人跟陆颜一家一直有来往 怎么会突然不让他们参加葬礼呢 只听陆紫燕又说道 路上有的孙子在陆家镇 老爷子的意思是让他做代表了 不过 大过年的 不通知他们也好 省得他们大大小小的都跑过来反而麻烦 等过了年再告诉他们吧 陆明听了陆紫燕的话 心里一阵兴奋 没想到 陆颜竟然只让自己一个人参加他的葬礼 这件事如果传出去 岂不是等于老头子承认自己才是陆上有的嫡系传人 反倒是自己那些兄弟则成了水货了 正自得意 忽然注意到陆紫燕的目光正打量着自己 于是急忙垂下脑袋 做出一脸悲气的样子 心里却琢磨着自己在葬礼上应该做些什么 毕竟 凭着陆颜的威望 来参加葬礼的人肯定有不少大人物 说不定市委市政府的人也要参加 自己能在这种场合公开露面 其意义非同寻常 没想到 当不了烈士陆云轩的孙子 反倒成了老革命陆颜的孙子了 只听陆紫燕继续说道 刚才我和大哥商量了 他明天就带着全家人赶过来 我的意思是 这个年就在陆家镇过了 也算是最后陪陪老人家吧 陆明猜测 陆紫燕有可能是在跟他丈夫通电话 他嘴里的大哥应该就是陆颜大儿子 顿时心中一动 心想 怪不得蒋宁香说 自己的机会来了 如果陆颜的儿子女儿全家人 都在陆家镇过年的话 自己可不是派上用场了吗 也许陆紫燕在给自己报丧的时候 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即便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控制了财神的遗产 就凭自己这个董事长的头衔 他也相信自己有这个接待能力 再说 为了陆颜的家人 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终于 陆紫燕挂断了电话 陆明张张嘴 本想马上献殷勤 可随即想起了蒋宁香刚才说的话 说开了 陆颜不过是自己爷爷的马仔 虽然眼下家事显赫 可那都是自己爷爷的功劳 如果他们不知感恩的话 自己就算是去舔他们的脚也没用 如果他们知道感恩 不用自己去求他们 也应该不会把自己当外人 既然这样 何必要奴言必息的去讨好他们呢 如果爷爷在天之灵 看见自己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非气死不可 想到这里 陆明好像突然有了底气 不仅慢慢地在陆紫燕对面坐下来 还大着胆子摸出一支烟点上 然后抬头盯着陆紫燕 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问道 姑姑 爷爷的葬礼 你是怎么打算的 你说说看 我能做点什么 陆家镇 我还是非常熟悉的 陆紫燕似乎对陆明 当着他的面抽烟 一点也不在乎 犹豫了一下说道 阿明 不是做点什么 实际上 老爷子的葬礼 整个都要你来操办 陆明手里的烟差点掉在地上 吃惊道 这 整个葬礼 这 难道政府不出面吗 陆明知道 像陆岩这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趣事 葬礼不用说 应该是国家出面操办 怎么也轮不到自己这个小人物头上 难道陆岩的葬礼 要花费很多钱吗 陆紫燕缓缓说道 原本我父亲的葬礼 应该有相关部门出面操办 可我爷爷临终的时候说 他早就离休了 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这个葬礼就由自家人来办 并且指定你来替他掌落 陆明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 原来是这样 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能替爷爷尽点孝心 求之不得呢 就怕中间有什么闪失 陆紫燕打断陆明的话问道 你操办过葬礼吗 陆明点点头说 操办过 我岳父的葬礼就是我办的 你岳父 你不是还没结婚吗 陆紫燕一脸疑惑 陆明急忙分辨道 啊 其实也不是岳父 实际上 我跟他女儿已经解出婚约了 陆紫燕疑惑地注视了陆明一会儿 说道 我父亲希望按照陆家镇当地的风俗 来办他的葬礼 你知道都有哪些特点吗 那当然知道 虽然陆家镇离W是不远 可在丧葬嫁娶上 还真有不少区别 这样吧 明天一大早 我就赶回陆家镇召集人手 开始做准备工作 我想爷爷生前的很多熟人 都要来瞻仰他的遗容 必须先布置好一个场地 不过追悼会这部分 我恐怕就难以胜任了 你也不用把葬礼想象得太复杂 一切从简 不过葬礼后天举行 明天就有不少宾客赶到陆家镇 恐怕要在当地住一晚上 这都是小事 吃住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姑姑 你可能从来没有去过陆家镇 那里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落后 四星级宾馆好几家呢 至于吃的东西 比城里面还要多 还要新鲜 陆紫燕难得地淡淡一笑 说道 最迟明天中午 我会给你一个参加葬礼宾客的名单 到时候你心里就有数了 至于追悼会 有专门的司仪 这道辞的人也会安排好 你就是整个葬礼的总指挥 只要把控整个流程 并且做好基代后勤工作就行了 陆明又是一阵兴奋 心想 来参加葬礼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大人物呢 全部由自己负责接待 这种风光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轮得上的 看来明天等蒋宁香一下飞机 就算是绑也要把她绑回陆家镇 只有她才能帮助自己出谋划策 再说 她可是个喜欢结交大人物的女人 这么难得的机会 不信她会轻易放过 陆紫燕见陆明脸上阴晴不定 似乎有点过意不去 说道 阿明 你看 这事正好赶上过年 倒是让你操心了 陆明急忙说 姑姑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光过一个 什么忙过年不过年的 对了 你刚才说 家人都要在陆家镇陪爷爷 所有的事情 都由我来安排吧 陆紫燕似乎也被陆明的热情所感动 叹口气道 怪不得我父亲跟你只见过一面 就念念不忘呢 在他眼里 还是你最亲呢 顿了一下 盯着陆明问道 你知道我父亲为什么仅仅见过你一面 就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你去办吗 陆明茫然地说 那是因为 爷爷把我当自己的孙子呢 陆紫燕点点头说 也有这个原因 说实话 我跟我哥都是女儿 没有儿子 我父亲是个传统的人 可能心里面一直有点遗憾 所以 在他的心目中 可能真把你当自己的孙子了 不过 也不全是这个原因 陆明一脸好奇 啊 还有什么原因 陆紫燕犹豫了一下 你爷爷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些往事 你可能也不太了解 你现在也知道了 我父亲和你爷爷是同父异母兄弟 只是兄弟俩的年纪相差了十几岁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家到中落 尤其是我父亲 家里尤其贫困 在他十来岁的时候 母亲也去世了 后来多亏你奶奶抚养了他 并且教会 他写第一个字 严格说起来 你奶奶对我父亲来说 有点长嫂如母的意思 所以 尽管你爷爷后来又娶其生子 刻在他的心目中 你奶奶 才是陆家的正宗媳妇 而你才算得上 是陆上有的嫡亲孙子 这才是他对你另眼相看的原因 陆明一脸恍然的样子 心想 这么说来 陆岩还不仅仅是自己爷爷的马仔 奶奶对他还有养育之恩呢 既然陆岩对自己另眼相看 说明他还没有忘记 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恩情 只是不清楚 他的儿子女儿 有没有感恩之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 陆岩让自己参与办理他的葬礼 这件事本身 就已经有意无意的在帮自己了 陆子燕虽然只是在执行父亲的一命 可如果他不想跟自己来往的话 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办 既然他同意让自己出头露面 应该明白其中的奥秘 这么说来 难道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意图了 陆子燕见陆明一脸疑惑的样子 继续说道 我父亲临终前还有两个意愿 他希望你能帮他实现 陆明回过神来 急忙说 什么意愿 只要我能办到的 绝对不会推辞 陆子燕犹豫了一下 我父亲以前对自己的身后事看得很开 本想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枝浆 可自从得知你爷爷的海骨要归藏故里之后 好像也动了思乡之心 虽然他不是你曾祖父敌初 可也想认祖归宗 所以他的第一个意愿 就是希望自己死后能写入家谱 排在你曾祖父的名下 并且葬入陆家的祖坟 陆明一听 说道 那还用说 就算他老人家不交代 我也会帮他完成这个遗愿 他本来就是我二爷爷嘛 陆子燕点点头说 这件事倒是好办 可还有一件事情比较棘手 什么事啊 这件事只能我们两个知道 你对谁也不能说 陆子燕沉默了一会儿 陆明一听 忍不住一阵兴奋 姑姑 你放心 我可不是一个乱脚蛇根子的人 陆子燕盯着陆明缓缓说道 我不想让我父亲 只剩下一点灰葬在祖坟里 陆明一愣 可随即马上就明白陆子燕的意思 不免吃了一惊 心想 党和国家领导人死后都要火化 陆炎作为老革命 共产党员 怎么能不火化呢 也不知道这是陆子燕的意思 还是陆炎遗愿的一部分 按道理来说 陆炎应该明白这么做 有可能让自己的子女犯错误 多半是陆子燕自己心血来潮 想搞个特殊化 陆子燕见陆明一脸惊愕的样子 问道 怎么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陆明苦着脸说 姑姑啊 我们陆家镇眼下 倒也有土葬的先例 事实上 我爷爷认识的一个老人 前不久在梅渊村去世 他就没有火化 但他是当地的农民 并且住在山上 我们这儿呢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如果死者所在的山村 不通车的话 就可以在当地吐藏 政府呢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爷爷他是 他的身份不一样啊 你没必要把这件事 想得太复杂 在外人眼里 我父亲当然是被火化了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是怎么回事 陆明一脸茫然 我不明白 明天我就让医院 把我父亲的遗体入关 并送往陆家镇 同时我会另外准备一套棺木 悄悄让人送到陆家镇去 等到追悼会结束 只要把我后来送去的那个棺材 送到火葬场就行了 陆明还是没有明白 陆紫燕的意思 疑惑道 你的意思 火葬场只火化一具棺材 他们也不干啊 谁说只是一具棺材 里面当然有尸体 陆紫燕说道 陆明吓了一跳 颤声道 尸体啊 谁在里面 陆紫燕见陆明吓得脸都白了 沉道 还以为你挺有胆量 没想到就吓成了这样 我就不跟你打雅弥了 今天晚上医院发生了暴力袭击事件 有两个罪犯被炸死了 被烧得面目全非 尸体也没人认领 我已经跟医院商量好了 借其中的一具尸体 做个道具 陆明总算是听出一点头绪 心里吃惊不已 愣了好一阵才说道 可在火葬场 万一被人认出来怎么办 陆紫燕反问道 谁会认出来 陆明惊讶道 参加葬礼的人 都要送到火葬场啊 他们 陆紫燕摆摆手说 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 都在陆家镇完成 送完火葬场的时候 我不会让任何人再跟过去 我们怎么会替一个犯罪分子送葬呢 实际上 追悼会结束之后 你只要派一个人 拿着医院的介绍信 把那具尸体烧掉就完事了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送父亲前往梅园村 然后按照陆家镇的习俗下葬 陆明愣了半天 最后一拍大腿说道 姑姑 我明白了 真是天衣无缝啊 就按你说的办 不过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细节问题 可别露馅了 陆明马上说 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你后面送上来那个棺材 根本不用从车上卸下来 到了陆家镇之后 就停在车库里 等到追悼会结束之后 我找一辆一模一样的车 把爷爷的棺木装上 然后车库里那辆车 就可以直接去火葬场了 其实也没必要等火葬场 烧掉那具尸体之后 再去梅园村 等到参加葬礼的客人散掉之后 就可以护送我父亲的灵鹫 去梅园村了 陆子燕点点头说 陆明疑惑道 这样不好吧 骨灰回到陆家镇 起码要三四个小时 陆子燕摆摆手术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会让参加葬礼的人 都去梅园村 实际上 去那里的 也就是家里的直系亲属 没有人会说什么 说实话 这件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父亲又不是要葬在八宝山 不过是葬在自家的祖坟里 我之所以这么折腾 无非也就是为了面子上过得去罢了 即便有人知道了 也不敢多嘴多舌 陆明见陆子燕说的霸气 顿时好像自己也有底气 心想 要是陆子燕手里 掌握着财神遗产的话 公安局别说调查了 恐怕都不敢多嘴多舌 范昌明这个老东西 也就会欺负自己这个老百姓 陆子燕见陆明脸上 痴痴呆呆的样子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继续说道 我父亲还有一个医院 希望你能帮他完成 实际上 这可能也不仅是我父亲的医院 也可以说是你爷爷 以及跟他一起参加 革命的小伙伴的共同医院 陆明见陆子燕说得慎重 急忙问道 什么医院 我刚才说了 只要我能做到的 绝不推辞 陆子燕严肃地说道 这件事关系到你爷爷的名声 所以绝对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据我父亲说 当年你爷爷带着梅院村的几个人 在陆家镇干过一件大事 陆明没等陆子燕说完 就小声道 是不是把余世人一家灭门的事情 陆子燕吃惊地盯着陆明问道 你 你是从哪里听说的 陆明有点得意 就是前不久 梅院村去世的王魁告诉我的 王魁 看来他还是没有管好自己的嘴 除了你之外 他还告诉过什么人 陆子燕眯着眼睛说 陆明说 他把这件事在心里憋了几十年了 这两年有点憋不住了 好在他只是告诉了我 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去就死了 不过他几个儿子说不定知道这件事情 他有个小儿子 现在是陆家镇的党委书记 听说就要高升了 陆子燕沉默了一会儿 看来这件事早晚会被人扯出来 先不说这些 我父亲的遗愿就是希望 你能帮他找到于世仁的后代 想办法化解这段 绵延了近一个世纪的仇恨 陆明一愣 惊讶的 这 我去哪儿找他们 再说了 于世仁一家 不是被灭门了吗 哪儿来的后代 就算有后代 也不见得还记得住这么久远的事情 陆子燕板下脸来说道 你刚才不是说 只要能办到就绝不推辞吗 陆明苦着脸嘟囔的 可这事 我只是个商人 又不是警察 这找人的事情 如果于世仁没有后代 岂不是白忙活 于世仁肯定留下了后代 因为那天晚上 他的一个小儿子刚好去了亲戚家 并且 于世仁还有一个在国民党部队里的哥哥 所以 不可能没有后代 陆子燕说道 陆明说 于世仁跟我爷爷是仇人 他们之间的恩怨早就了结了 现在何必煞费苦心的 找他们的后代呢 陆子燕叹了口气 说实话 我对这件事本来也不热心 无奈我父亲坚持要这么做 他说当年你爷爷对这件事也颇有悔意 早就有赎罪的意思 只是没有机会 难道你还不了解他们的心思 你想想 他们为什么这辈子都不敢回陆家镇 很显然心里有鬼啊 如果不能化解这段仇恨 即便归葬故里 灵魂也不得安宁啊 最重要的是 这件事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 你想 你爷爷现在是个烈士 如果瑜伽的后人出面翻老账的话 那不是给你爷爷脸上抹黑吗 如果他们闹起来 到时候 那些替你爷爷出头露面的人 脸上也没有光彩 你应该知道 那些人可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 他们可承受不起这种丑闻 陆明觉得 陆子燕的理由很牵强 既然爷爷是革命烈士 政府就有种责任维护他的声誉 即便瑜伽还有后人 他们完全可以让他闭嘴 自己不过是一个小人物 就算找到他们 也不见得会听自己的 何况 陆子燕一家 有权有势有人脉 既然是他老子的遗愿 为了让自己老子 在陆家镇的灵魂能够得到安宁 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去找 偏偏要给自己出难题呢 陆明一脸不情愿 姑姑 这种可能性不大吧 毕竟这都是历史了 据我所知 现在陆家镇 根本就没有姓鱼的人 陆子燕沉下脸来 既然你不愿意 我也不勉强 不过 作为陆上有的孙子 你有义务替你爷爷还债 你爷爷的遗骸 不久就要归葬故里 这不仅仅是为了 让他的灵魂 能够在家乡得到安息 其中的利害关系 我也不好跟你说得太清楚 我还是希望你仔细想想 陆明见陆子燕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并且听他的意思 好像这件事还牵扯到其他的原因 于是说道 我也不是说不愿意找 而是没有一点头绪 再说了 就算找到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压根就不知道 祖上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找上门去 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到时候可别没事惹出事来 我说过上你主动告诉他们灭门的事情了吗 你只要找到他们就行 如果他们确实忘记了家族的这段历史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 如果他们还记得 那就必须想办法化解 陆明犹豫的 那假如他们记得这段历史的话 恐怕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化解的 除非他们不记仇 当然要付出点代价 比如给予金钱补偿 或者跟他们联姻 你不是还没结婚吗 如果你能娶于是人的后人做老婆 你爷爷的灵魂就能安息了 陆明一听 忍不住心中大怒 心想 这婆娘怎么越说越没谱 如果于是人的后代是弱智 自己也要娶她做老婆 再说 陆颜也参与了灭门的勾档 她不是也有孙子孙女吗 为了她的灵魂安宁 怎么不让他们去还债 自己爷爷只剩下几块骨头了 也无所谓灵魂安宁不安宁了 倒是陆颜刚死 才需要灵魂的慰藉呢 陆明心里虽然气愤 可脸上却不敢表露出来 泱泱道 那既然 关系到两位爷爷的灵魂问题 那我怎敢不尽力啊 只是担心完不成他们的遗愿而已 嘴里这么说 心里却暗自嘀咕 为了顾全陆子燕的面子 这件事只好先答应下来 至于找不找 能不能找到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为了让陆子燕高兴 陆明忽然灵机一动 姑姑 政府准备在陆家镇 给我爷爷诉一座铜像 我看啊 干脆就诉两座铜像 可以用一个基座 诉两个人 这不太合适吧 别就你爷爷是烈士 再说 这是政府行为 陆子燕犹豫道 陆明说 哎呀 有什么不合适的 只当是家乡人民 对老革命的缅怀之情 再说了 这也不是什么政府行为 诉铜枪的钱 还是我出的呢 我回去啊 跟王怀平商量一下 他保证同意 陆子燕好像也有点 好大喜功 想了一下 说道 如果是家乡的老百姓的心意 那我倒没什么好说的 铜像现在已经开始诉了吗 过了年就动工了 赶在电视剧开拍之前诉好 陆子燕盯盯着陆明说 听说为了拍这部电视剧 你投资了好几个亿 一提到钱 陆明马上就清醒了不少 这才意识到 直到现在 陆子燕一句都没有提到过 有关财神遗产的事情 也不知道他是没有听说 还是故意不提 等着自己说出来 嗯 确实投资了几个亿 但也不全是我的资金 还有一些企业赞助 对了顾 回头我跟导演徐明说说 到时候 也给二爷爷 在电视剧里多加一些戏份 就让他们两个当主角 嘴里这么说 心里却想到 如果非要把灭门这一段加进去的话 就让陆炎当主角 听说当年参与这件事的人里面 只有陆炎有点文化 搞不好 搜主意就是他出的 陆子燕摆摆手说 这部电视剧主要是宣传你爷爷 你就别乱插手了 虽然你是出资人 可电视剧的创作 还是让徐明自己拿主意吧 陆明心想 自己倒是有点闲吃萝卜 但操心了 徐明显然和陆子燕认识 为了拍他一家的马屁 恐怕早就把陆炎的戏份加得足足的了 哪还用得着自己瞎操心呢 对了 陆明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家里的人 明天见面的时候也能对得上号 你姑父名叫赵润东 在部队工作 我还有一个女儿 名叫赵真阳 对了 你今年多大了 我29岁了 问三了 陆子燕点点头说 他比你小一岁 已经结婚了 目前跟他舅母一起做生意 丈夫名叫李新 大学教授 另外 我哥哥 也就是你叔叔 名叫陆兰领 也在部队工作 他爱人叫孙慧芝 他们也是一个女儿 名叫陆东平 今年33岁了 跟他母亲一起做生意 前不久离婚了 有个10岁的儿子 也许 明天我婆婆家里 你婶婶的家里也有人来 到时候我再跟你介绍吧 不过 这些都是自家人 你也没必要多操心他们 反倒是明天会有几个重要的客人 你一定要安排好 等我这边确定了名单之后 再给你详细介绍 你只要记住一点 在这些人面前少说话 多做事就对了 陆明现在对自己那些亲戚 没有一点兴趣 说实话 要想记住这些亲戚的辈分和名字 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他更感兴趣的 反倒是陆子燕嘴里的重要客人 尽管他知道 自己也高攀不上 可如果能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在凭借陆子燕一家的关系 今后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陆明笑道 姑姑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有点紧张呢 你好歹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操办这么点事 有什么可紧张的 说实话 这些人也就是去露个面走个过场 可能连饭也不一定吃呢 陆子燕撑道 正说着 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一拍脑门说道 差点忘了 天亮之前 必须先把那个罪犯的尸体 装进棺材里 也不知道 韩副院长安排好没有 说完 拿出手机就拨了一个号码 可想了半天 却没有人接听 犹豫了一下 又打了一遍 可还是没有人接听 有点恼火的说道 怎么搞的 不是说他今晚一直在院值班吗 陆明疑惑道 会不会 已经睡了 陆子燕气愤道 值班能睡觉吗 何况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要不是今晚医院出事 我父亲还不一定会去世呢 陆明惊讶道 怎么 爷爷去世 跟今晚医院的事情有关系吗 我父亲的心脏本来就很脆弱 医院里又是炸弹爆炸 又是放枪 他怎么受得了 陆子燕愤愤的说 陆明一阵愕然 心想真是命运弄人 一辈子在枪林弹雨里混过来的陆炎 没想到最后还是死在了枪林弹雨中 不过对于一名军人来说 这也算是一个最好的归宿了 想到这里 陆明站起身来 姑姑 别打电话了 他应该在办公室 我过去找他吧 说完 似乎想起什么 小声问道 姑姑 你调换尸体的事情 难道韩副院长也知道 陆子燕霸道的说 知道又能怎么样 我没找他们麻烦就客气了 难道他们还敢多嘴多舌 已经是半夜两点多钟了 犯罪分子制造的骚动 终于平息下来 留下来住院的病人 终于进入了梦乡 院子里 已经看不见一个人影 陆明在值班前台 问清楚了韩副院长的办公室 一路来到门诊大楼的十二层 也只有这里 还有不少急诊的病人 不过都集中在一楼大厅里 十二层好像都是行政办公室 此刻已经基本上没有人了 楼道里只亮着几盏灯 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动静 陆明一边往里走 一边看着门牌 半中间看见两个副院长办公室 可都锁着门 趴在门上听听 里面没有一点动静 终于 他在最里面一个拐角处 发现一间办公室的门 留着一道缝 里面有灯光透出来 抬起头看看门牌 果然写着副院长办公室 陆明正想抬起手敲门 忽然听见里面好像有人说话 顿时就没有敲下去 而是用一根手指 慢慢地把房门推开了一点 随即就听见一个男人惊恐的声音 这事儿你不能怪我呀 他被抢救过来之后确实一直住在19层 前些天警察为了安全 还把19层的其他病人 全部转移到别的楼层病房了 这听另一个男人阴瑟瑟地说道 这么说 这些日子19层就住着他一个人 你亲眼见过吗 千真万确呀 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他 可他的主治医生 和两个专门负责那个病号的护士 都向我证实他就住在那里 事实证明啊 那个主治医生和两个护士 跟警察串通一气骗了你 不光骗了你 也骗过了医院上所有人 事实上他们早就悄悄地 把人转移走了 给我留下了一个陷阱 我也是今天晚上 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可警察消息封锁这么严 我也没想到 我好心好意帮你们的忙 这事儿总不能怪我吧 陆明听到这里 仿佛明白了屋子里 两个人是什么身份 可又有点迷惑 他基本上可以确定 里面有一个人 就是医院的人 很显然 他向今晚刺杀张坤的人 提供了内部消息 只是没想到被警察骗了 可据刚才陆子燕的说法 两名刺客已经被炸死了 那现在和韩副院长 说话的人是谁呢 难道是这次行刺的 幕后主使者 或者是漏网的刺客 这么一想 陆明顿时紧张起来 不过好奇心还是驱使他 悄悄把脑袋 朝屋子里偷窥了一眼 可没想到 屋子里并没有人 很显然 副院长办公室 是个套间 声音是从里面屋子 传出来的 这事儿不怪你怪谁呀 难道怪警察 只听男人冷冰冰地说道 另一个男人好像有点恐惧 又有点愤怒 那你究竟想怎么样啊 我本来就不想干这事儿 要不是看在 冷冰冰的声音说道 我想怎么样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我冒这么大的风险回来 自然是要你给我死去的 三个兄弟一个交代 给你那些朋友一个警告 同时也让警察明白 他不是我的对手 你 你别乱来啊 难道我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吗 实不相瞒 警察好像都已经怀疑我了 冷冰冰的声音继续说道 既然警察已经怀疑你了 你更应该及时做个自我了断 可别连累了你那些朋友啊 你 你胡说什么呀 刚才我手机响了 让我接个电话 男人幻音未落 只听传来咚的一声响 好像是什么东西碰在墙上 然后就什么都听不到了 陆冰吃惊的浑身直打哆嗦 可并没有逃跑 反而一闪身钻进屋子 并且马上躲在一张大班台的下面 然后大气也不敢出 两久 才听见屋子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嘀咕声 还是别多惹麻烦 既然警察已经怀疑你了 干脆就让你畏罪自杀算了 陆冰把整个身子趴在地上 眼睛凑到桌子底下一个空档 朝屋子里看过去 开始什么都没有看见 可不一会儿 他就看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 被人拖着来到窗户跟前 然后就扔在地上 正好脸朝他这一边 一瞬间他就认出 这个穿白大褂的男人 正是自己去见陆岩最后一面的时候 屋子里看见的那个韩副院长 此刻已经不省人事 很显然是被人打晕了 陆冰的整张脸几乎都贴在地上 却只能看见那个杀手的下半身 心里一着急 也顾不上危险 慢慢地把脑袋从桌子底下侧面探出来 正好看见一个穿着夹克衫的男人 正在打开窗户 不过只能看见他的侧面 他真是要把人从窗户扔出去 陆冰马上意识到杀手的意图 说实话 他倒是很想救那个韩副院长 可问题是报警来不及 自己又没这个本事 何况 如果不小心弄出一点响动 别说救人了 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 眼看着男人打开窗户 并且探出脑袋朝楼下张望 陆冰心中一动 马上掏出手机打开摄像功能 正好男人把脑袋缩回来 一转身的功夫 被拍到了正脸 陆冰乍一看这张脸 总觉得有点眼熟 可能是因为神经过于紧张 怎么也想不起 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男人 只好把身子缩回桌子下面一点 只把手机伸到外面继续拍摄 通过手机 他看见那个男人 一只手揪着韩副院长的衣领 另一只手抓住他的一条腿 毫不费力地把人举起来 然后像扔垃圾般把人从窗户扔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 听见外面传来物体坠地的声响 男人生怕摔不死韩副院长 又把脑袋伸出去查看一会儿 然后才拍拍手 也不关窗户 走进了屋子里面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陆冰这个时候才后悔 不该为了一点好奇心冒险溜进办公室 一时躲在桌子下面 连大气也不敢出 心里只盼着杀手干完活之后 早点离开 就在这时 陆冰觉得握着手机的手微微一麻 然后突兀地响起了一阵铃声 等他意识到这个声音 是来自自己拿着的手机的时候 惊得头发都竖起来 以至于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 直到听见屋子里传来脚步声 才拼命滑动着屏幕 想取消来电 可奇怪的是 不管他怎样滑动那手指 手机铃声还是响个不停 吓得他差点尿裤子 心里直叫 这次算是死定了 脚步声已经接近大班台 可铃声还是不停地响着 陆冰浑身颤抖地趴在那 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心里想着逃跑 可身子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 就在这时 他听见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 喂 你是哪里 韩副院长正在查房 稍后再打过来 说完 就听见脚步声朝门口走过去 就像是过了一个世纪 脚步声才慢慢地消失 两久 陆冰的魂魄才悠悠回转 一个简单的问题 想了好半天才得到答案 这才明白 刚才自己的手机 和韩副院长的手机 几乎是同时响起来的 要不是有人给韩副院长打电话 现在哪里还有命在 顿时 心里对那个给自己打电话的人 恨之入骨 毕竟这个电话 差点让他送了命 而对那个给韩副院长打电话的人 则感激涕零 要不是这个人 今天可就挂了 喘息了好一阵 陆冰才意识到 这里不是酒流之地 急忙手脚酸软地 从桌子下面爬出来 站在那里呆呆地环顾了一下 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忽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转身就想出门 可忽然想到刚才那个救命恩人 于是又回来 在办公桌上 找韩副院长的手机 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这才想起 手机很有可能被杀手拿走了 于是急匆匆跑出了办公室 在跑到电梯口的时候 忽然发现墙上装着摄像头 站在那稍稍愣了一下 可随即一想 连刺客都不怕摄像头 自己怕什么 难道范昌明还会怀疑 自己杀了韩副院长 陆明一口气跑出门枕大楼 站在院子里 常常出了一口气 觉得两条腿软得站不住 急忙走到一把椅子跟前 一屁股坐下来 喘息了一会儿 这才想起刚才给自己打电话的 罪魁祸首 马上掏出手机查看了一下 顿时 把徐晓帆的祖宗八倍 问候了一遍 并且马上给他拨了一个电话 刚刚接通 就气急败坏地骂道 你神经病啊 深更半夜打什么电话 真气 刚发泄两句 马上意识到自己有点情绪失控 没等徐晓帆说话 就迅速把电话挂断了 自己在那儿呼呼直传 妈 要不要报案 到时候可别说不清楚 可问题是一报案又是不少麻烦事 毕竟死了一个副院长 说不定还要去公安局做笔录呢 明天还有这么多大事要做 万一被范长平扣在公安局回不来 那自己操办陆檐葬礼的好事 岂不是落空了 妈的 管他呢 反正这个韩副院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狗咬狗 死了活该 又不是我把他害死的 反正陆子燕要的那具犯人的尸体 必须找人落实一下 想到这里陆明打开自己刚才拍摄的视频 虽然当时吓得手脚颤抖 可没想到视频还挺清晰 他调整了一下时间 把那个男人的脸定格 然后盯着那张脸看了好半天 最后似乎终于想起来 嘴里惊叹一声 果然是他 陆建岳真是阴魂不散 怎么去了这么久 陆明刚刚走进屋子 陆子燕就问道 陆明一脸疲倦的说 没找到人 办公室也没有 会不会是去查房了 哪有深更半夜查房的 算了 还是明天一大早找李院长吧 陆子燕皱皱眉头 陆明瞥了一眼里面的房间 姑姑 再过几个钟头 天就亮了 你都累了一天了 休息一下吧 明天还有不少事情呢 我睡不着 这两天一直失眠 你陪我说说话吧 你的身世 我只知道个大概 就说说你自己吧 陆明笑道 我的身世 也没什么可说的 说起来复杂 其实也简单 我爷爷就不用说了 陆家镇除了少数人 没几个人知道我父亲 当然 公安局的人可能还记得 你母亲呢 我是说你的亲生母亲 我只知道是个去庙里 烧香拜佛的信女 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记得我的养母 简直不可思议 难道你就没有想办法找找她 陆子燕四自言自语地说 陆明摇摇头 算算年纪 他现在即便活着 也应该有八九十岁了 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何况我的身世 在网络上早就传开了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应该也有所耳闻 难道还会不来找我 这么说在陆家镇 你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 陆明厚着脸皮说 要说直系亲属 眼下也就是你们了 我那些兄弟姐妹 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哦 严格说起来 有一个人跟我也有血缘关系 只是 隔得比较远 他算得上是我爷爷的亲外孙女 你爷爷的亲外孙女 没听说你爷爷跟你奶奶生过女儿啊 陆子燕惊讶到 陆明有点尴尬 我爷爷在陆家镇有向好的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后来嫁给了陆家镇讲家务的人 一辈子都受苦 不过他的女儿很有出息 眼下也是我们这里的大老板 虽然是私生女 可毕竟也算是自家人 你跟他有来往吗 陆子燕皱皱眉头说道 陆明不假思索地说 她是我干妈 刚说完就后悔了 陆子燕一脸惊恶 撑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 她最多应该算是你表姐 怎么能叫干妈呢 陆明尴尬地笑道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层关系 何况她都五十多岁了 在年龄上 做我的干妈臭臭有余 陆子燕犹豫了一下 叫什么名字 蒋宁香 陆子燕显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她做什么生意 以前做餐饮 全国都有连锁店 后来我们一起合作 组建了大将军公司 前不久她去国外 才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我 对了 她明天就从国外回来 今年也在陆家镇过年 到时候 我介绍你们认识 你沈沈可能会对你们有兴趣 你不知道 现在军人的家属不准经商 你沈沈的工资也不小 也许你们今后可以合作 毕竟都是自家人 陆子燕若有所思 陆明小心翼翼地问道 沈沈做的什么生意啊 陆子燕想了一下 以前主要做房地产 在北京有公司 眼下做外贸呢 具体我也不清楚 到时候你们自己谈谈 反正她以后 是不能直接出面了 陆明马上意识到 这是一个机会 当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可一旦跟陆岩家族的人 合伙起来做生意 无疑替自己找了一个大树 即便吃点亏也划算 但就怕他们 是冲着财神的遗产来的 这么一想 于是赶紧先找一条退路 那既然这样 过年的时候 可以好好聊聊 说实话 要说我在陆家镇 没有亲戚也不尽然 作为陆大将军的嫡系传人 陆家镇凡是姓陆的 都能跟我沾点边 不瞒你说 我现在公司里的股东 基本上都是陆氏一族 别看我是董事长 可没有家族这些股东同意 我什么事也干不成 陆紫燕似乎对这种事情 没有兴趣 白白手说 生意上的事情我也不懂 到时候你们自己谈吧 说实话 我压根就不同意 真阳做生意 可这丫头说 她救我们影响太深 怎么说都没用 陆明笑道 做生意又不是什么坏事 只要不搞歪门邪道就行 有几个生意人不搞歪门邪道 你敢说自己很清白吗 自古以来都说武商不奸 起码偷税漏税的事情是免不了 生意做得越大 歪门邪道就越多 陆紫燕哼了一声 陆明没想到 自己这个姑姑思想这么保守 一时反倒更信任她了 笑道 姑姑啊 你也不能老眼光看待做生意的人 现在国家就业形势这么严峻 年轻人创业做生意 也是减轻国家负担 政府还鼓励呢 创业可不等于倒买倒卖 搞投机吧 创业就要创新 如果所有人都把一个商品倒来倒去 除了层层加码之外 我看不出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说实话 你要是有钱的话 还是搞点科研方面的投资 比如现在国外的无人机这么先进 可我们的商人 有几个会拿出钱来研究这方面的技术 所有人都想着怎么捞钱快 生意做得再大也没用 陆紫燕说 陆明愣了一下 可这种高端的行业门槛太高 我们也进不去啊 只要有钱怎么进不去 有钱就能引来高端人才 如果你愿意在这些领域投资的话 我倒是愿意帮你的忙 我跟你透露一个信息 东江市准备搞一个造船厂 名义上是民间资本 可实际上有军方背景 将来要造军舰潜艇 场地都已经规划好了 目前正在筹集资金呢 你婶婶倒是有这个意思 可手里钱太少了 我听说你的公司有上百亿的资产 为什么不趁机转型做点正当生意呢 陆明急忙摆摆手 哪有上百亿啊 这都是外界谣传 造船厂 那投资要多大呀 就因为投入太大 所以需要吸引民间资本 再说 利用民间资本 也是对这个项目的一种掩护 不会在国内外 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 有回报吗 陆明试探的 废话 当然有回报 要不然谁来投资啊 以后还要上市呢 陆紫燕撑闹 陆明听得有点心动了 想起市里面 自己那满屋子的现金 于是问道 那大概需要投入多少钱 具体我也说不上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你自己跟他谈好了 反正前头到这里最安全 我保证 没人敢来这里查你 陆明呆呆的没有说话 尽管陆紫燕一次都没有提到过 外界传说的财神的遗产 可他似乎从这几句话里 听出了某种暗示 如果自己把钱 投入这家有军方背景的造船厂 即便范昌明知道 这些钱是赃款 也没有胆量取查 想到这里 陆明忍不住一阵兴奋 可随即又不无担忧地想到 万一陆紫燕真想黑自己的钱的话 那投进去的钱 基本上就别想再拿回来 还是先别答应的这么痛快 看看情况再说 我对这个项目倒是挺感兴趣的 过完年呢 我就召集公司股东商量这件事情 如果确实可行的话 我倒是愿意参个股 陆明不确定地说道 没想到陆紫燕说 不仅要参股 如果可能的话 也可以参与公司的管理 你审慎有意出任 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只是目前还没有最后敲定 如果这件事定下来 你那个大将军公司 不妨就交给其他人管理算了 陆明吃惊地合不拢嘴 他觉得陆紫燕 分明是在给自己指一条 彻底摆脱财神赃款束缚的捷径 并且这个想法 跟自己的不谋而合 说实话 长期以来 他之所以对大将军公司缺乏热情 正是因为盯着这家公司的眼睛太多 除了孙干父子之外 范昌明也时刻关注着公司的一举一动 他预见到 这家公司早晚有一天 会成为自己的包袱 说实话 他早就想好了 一旦自己东窗事发 马上就可以让陈丹飞 陆源 韩佳音 甚至陆建伟宣布独立 而大将军公司 马上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 那些打公司主意的人 毛也捞不到一根 不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他自己 也未必能控制得了陆源这些股东 反正眼下 都已经帮他们把台子搭起来了 并且都有了自己的融资能力 即便没有后续资金投入 下面也照样可以运行 也许这个时候 正好把自己那部分股权投入造船公司 这样一来 随时都可以把董事长让给陆建伟 到时候 他肯定还要对自己感激涕零呢 陆明有点急迫地问道 姑姑 那婶婶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啊 陆子燕犹豫了一下 他在北京的公司 虽然规模挺大 可也都是东拼西凑的 清理整顿之后 真正能套现的 也只有十来个亿吧 陆明装作大惊小怪的惊叹道 没想到婶婶 是亿万富翁啊 怎么 难道你以为这些钱都是他的 他那家房地产公司原本是后勤部的一家公司 虽然后来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可大部分资产仍然属于集体所有 实际上他本人还是吃公家饭的 要不然也轮不到他出身公司的副总经理了 正说着 陆明的手机忽然响起来 可能是因为受到刚才的刺激 条件反射一般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 陆子燕倒是没有注意到 陆明的异常反应 只是奇怪道 这么晚了 还有人给你打电话 陆明掏出手机看看 没想到还是徐晓帆打来的 心想 这婆娘被自己莫名其妙一顿臭骂 多半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看来 不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今晚是过不去了 不过 他不想当着陆子燕的面接电话 说道 我的司机打来的 他一直在车里睡觉呢 这会儿可能醒了 陆子燕看看表说道 哎呀 三点多了 过一会儿天就亮了 这样吧 我们一会儿 你干脆先去陆家镇 做准备好了 陆明马上站起身来 也好 那我这就回去 有什么事情 你就给我打电话 对了 不知道当地政府的领导 会不会去参加葬礼 陆子燕站起身来 打个哈欠说道 唉 这边的人都是老干局这边负责联系 我现在也不知道究竟谁会去 别管他们 说完 转身往屋里面走 陆明走到门口犹豫的 姑姑 你一个人在这里睡觉 不害怕吗 陆子燕回头给了他一个白眼 然后自顾进去睡觉了 Pioneers 鱼 曹 确 5 夜 5 你们 他们 我